制水问题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的内政部长李鸿源说 制水不在这个工程技术 而是国土规划 可见的是多大多大一个工程 我们当然非常期许 李鸿源部长在内政部长任内 在这是不是能够有好的一个成绩 交给大家来看 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太到 那么但是只听到了 我们嘉宁化院长说到 哇台风赶快来因为缺水 就让大家吓来大跳 我们政府在制水方面 到底够不够专业 但重点是光是制水 从民进党时期喊到现在 喊了多少呢 八年八百亿 大家有印象吧 那么您可能不要忘了 在2012年11月时候的 前经济部长施燕翔 也喊出了六年六百一十五亿 所以请教杨老师 那个八年八百亿 其实后来有追加 2006年爱地台风之后 又追加了 来到一千一百六十亿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经济部 又喊个六百一十五 六年六百一十五亿 这么多钱预算 大家还没有花完 但已经花了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 看到太大的成效 这该怎么办 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 就是建水库 都受到很多迷惊的主力 没办法建 我想这么多的预算里面 可能有相当的一个比例 是用在这个建水库上面 现在都不准建了 对 不准建了 所以这个钱就当然没有办法用 就放在那 我倒是觉得说 反而其实有很多产业转型的 这种工作 其实可能不是在八百亿 或者是几千亿里面的预算里面 可是我觉得是非常急迫 应该要做的 比如说我讲一句 可能很多政治人物 不敢讲的话 像过去 现在不是在讨论说 美猪要开放进口 其实我是非常赞成 美猪开放进口 因为养猪这个东西 是污染非常严重的 一只猪的排放量是六个人 六个人 对 一天是六个人 我以前学还工 我们那个时候 一只猪是六个人的排放量 不得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水也很丰富 反正大水一冲 就什么都走了 那也无所谓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 水资源匮乏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水流 都是我们的一个珍宝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在政策上面 我们施政者就应该要有一个 先后的一个顺序 你到底是要涵养水值呢 还是要说鼓励这些 农产品的这些发展呢 比如像以高频系来讲 高频系过去是臭不可看的 后来因为这口提议的这个发生 这个养猪 养猪业 这个养猪农少了一些以后 还稍微好一点 那现在我想这个 他那边就是养猪的大户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政府能够 就都以这个我们的天然资源 为重的话 那在这个养猪 就让国外来进口 假如有这个魄力去做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要花到800亿 我们的这个水资 就获得很大的改善 好 这是杨老师特别捡到的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产业 总体面一块来看的状况之下 而不是单单看到 治水给了多少钱 好像大家有魄力 所以雷老师 这个治水800亿 8年800亿 到现在6年615亿 那个钱花下去 是不是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呢 我们还看不到一道成效 当然我搞环境科学了 所以我当然觉得 那个钱用错了 不应该用在这里 我觉得应该用在别的地方 比较有效果 因为我觉得对台湾的水资源 一方面当然我们节流 有效的使用水资源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头 其实台湾的高山森林 被破坏掉 事实上对我们的 高山的地下水 以及整个山区的水土的保存 那个伤害非常大 因为今天水库里面的水 不是水库那个地方在装雨水 其实是整个集水区 储备的那些雨水之后 渗透到土壤和地下 慢慢渗透到水库里面去的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 那个水库的功能 它如果背后没有一个 非常良好的 那个集水区的生态系统 在支持的它的话 其实那个我们想 想多一点的那个雨水 那个储存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然水库 水库和水池的这个建设 当然对我们降低 这个水供应的那个风险 那个稳定我们的水供应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有关水库的建设 不要忘了 前几年陈大一个老师 他在做评估的时候 他发觉那个清淤石门水库的成本 大概是271 建议一个平息上游的水库 大概是310 那问题是这一来一去 这个钱要用在哪里 当然清淤这个事情 牵扯到的那个 那个滋味莫及的东西太多 例如说淤泥清了之后 刚那个提到说 那那个淤泥去哪里 水蜜桃还在种啊 这个钱恐怕会是白用掉的 对不对 白花掉的 有很多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就是他清淤不能只是 清淤那个简单的动作 它相应的要发展 各式各样的技术 例如说淤泥 这个看起来是垃圾 是无用的东西 如何透过我们的技术 变成可用的资源 例如说自砖 作为建筑材料 或作为什么样的 天海招路的工具 所以就再生的一个使用 这个很重要了 好 我们广告就来看到 那为什么在新加坡 每一滴水都要当两滴水来用 台湾做不到吗 待会回来